五根長襪 這是要看台菜才厲害 資料底啊 什麼醬子 有什麼不一樣 名字不一樣 保證學的會的大廚菜 保證學的會的大廚菜 今天為大家示範的是 五根長襪 就X喔 非常多網友來點的 那五根長襪呢 我個人也蠻喜歡吃的 但是這些東西呢 有時候不好買 或者是不入味 今天呢 教大家小小的訣竅 我們的鴨血 把它對切 切刀 切刀 我們這裡也準備熱水 把它擱進來 鴨血喔 經過烹煮之後 有那個美妙之處 為什麼老外不吃呢 沒有韓式料理啊 什麼這樣子也是很厲害的 或者是那個也很厲害的 什麼東西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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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這裡 把它烤到水裡了 哈哈哈哈 醬油 大腸 滷好大腸頭 香油 醬油再多一點點 這是小小訣竅 鴨血 不容易入味 但有時候你去麻辣火鍋 它就是要有那個麻辣湯底去泡著 短時間去做 沒有辦法 像外面賣的這麼好 怎麼辦呢 你剛剛滷了大腸頭 那個湯底啊 你也可以把它泡 如果你懶得去滷 你就買現成的唄 接下來呢 大紅袍 很漂亮的顏色 聞起來呢 是非常舒服的麻 哪裡買 中藥店 再把它擱進來 我用香油 然後一點點的料理油 大紅袍跟花椒 好問題 這位同學 花椒 大紅袍 有什麼不一樣 不一樣 名字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我選什麼 你不要留言 基本上呢 大紅袍在對岸呢 等級比較高的 其實它還有一種綠色的 更香 更麻 一般的花椒呢 它很容易就是變黑 那這個大紅袍 它顏色很漂亮 慢慢的讓這一個味道出來 它泡泡的越來越多 你不要把它燒到燒灰搭 它會反苦 苦味會出來 把它濾起來 用剛剛的花椒油 蒜頭 然後姜 先爆香 這裡是我們的鹹菜 去除鹹味之後呢 把它稍微炒一下 香氣才會出來 這一道菜呢 站在下風處才會很高興的 辣豆瓣 好香喔 來聞其聞看看 哈哈哈哈 醬油 嗯 大家蠻會撐的 哈 一點高湯 就是要這個味道 基本上在加熱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嗆很麻 實際這樣吃呢還好 讓它慢慢餵一下蒜苗 哇哦 糖 鹽 勾一點點芡 然後米酒 我要教大家 這個叫大腸台蔥 那豬肉怎麼說呢 柱台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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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欸 給你拉走 那我們接下來就熱個砂鍋 把蒜苗 綠色部分把它割進來 花椒油 好 剛好欸 加一點香菜 一點點的油在上面 上蓋 澆淋一點點的米酒 這樣就完成了 做菜呢 真的很療癒 讓你的家人啊 吃得非常的健康 你再辛苦 也是值得的 所以說 五更常旺 喜歡嗎 與我做一個分享 謝謝 耶 我們吃飯了 喜歡我們的料理嗎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 YouTube Dicebook IG 還有我們的社團呢 就是料理 1234567 自己做好的成品 也可以上傳喔 歡迎大家 一定要訂小鈴鐺 或是追蹤 才不會遺漏 謝謝大家